一個地球 七大洲 五大洋 兩百多個國家 屬盡的慶典 地球人 你都見識過了嗎 新竹中原季的另一個重大活動 就是夯家 據說是新竹獨有的文化 究竟什麼是夯家 我們趕快來問一下專業的總幹事 聽說這邊有全台唯一的一個 很重要的習俗 叫做夯家 對不對 那這個夯家我聽說 就原意是跟夯家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夯家 就是夯家 只是我們現在用的夯家 已經是隱身的意思對不對 本來我們叫做夯家 這個國語要怎麼講 所以我們後來就把它說 就是那個家鎖的意思對不對 那聽說這裡它就是有一個 議會的形象的家 然後你靠上之後 就象徵著我要跟神明告解說 我這輩子所做的錯事 我要來贖罪這樣子 那這是需要報名的 而且聽說每一年都有很多人 來報名參加 都是為了要贖罪的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先來領取一下 我的這個家 那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總幹事 就是它這個意思大概是什麼 跟我剛剛講的一樣嗎 大致上 不過事實上它是 只要是宗教 我們現在全世界所有宗教 都會強調一個人類有原罪 也就是說你出生來 你就帶著罪惡來 對 所以我來跟陳 對 我來跟陳王爺跟他禀報說 我認罪 希望陳王爺你能夠赦免我的罪 所以有兩個動作 一個在陳王爺這邊 由道士幫你這個家 把你套上去 代表你認罪了 然後還要再游街示眾 在那個營養施工 要到北潭的時候 順便好像在游街示眾 跟著一起走 到了北潭以後 再由道士再把你的這個家 給你取下 代表說這個已經 你的罪已經 對 所以這很有意義 很有意義 而且這是現在全台唯一唯一 唯一剩下的文化遺跡 對 還剩下 所以非常的特殊 然後也具有意義 那接下來我就要去體驗一下 這個夯家的習俗了 好 好 夯家遺跡從日據時代 就一直延續至今 是台灣很重要 並且唯一的文化遺產 每年有許多信眾 將會仿伺古代犯人 被押解游街示眾 透過代家 托家儀式 來向城隍爺請求赦免 希望剷除就業祈求平安 而今年參加的人數更是壯觀 聽說今天有一千多人耶 一千多人耶 一個城隍廟當中 現在有一千多人在排隊 都是為了可能幫自己祈福 幫家人祈福